告诉您这一张卫生纸投入马桶以后 它的旅程之外 还要跟您谈的是卫生纸的种类 其实市面上大部分买到的卫生纸 看起来都白白净净的 有一种叫做再生卫生纸 市面上的接受度不高 主要原因就是它看起来 质地粗粗的灰灰的 但其实这些再生卫生纸 不但环保 价格也平易近人 但市场接受度不高 所以专家就提醒大家 再生卫生纸是百分之百卫生的 民众只要稍稍扭转一下 自己的刻板印象 就能为自己省钱 也为土地节省资源 货架上满满的卫生纸 各种品牌应有尽有 仔细一看 有环保标章的再生卫生纸 只有这一角 推行再生纸已经13年的 主户联盟表示 民众觉得再生纸颜色 并没有那么纯白 先入为主就认为不太干净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原木 原生的这个纸呢 它其实它是由那个砍树而来的嘛 树本身的颜色就是咖啡色 甚至深咖啡色 那为什么能够变成白色的呢 所以它其实在那个上面 它是有很多的脱色和脱墨 漂白的过程 换句话说 原生纸将做出来 白柔柔的卫生纸 也是加工处理后的产品 再生纸则取决于回收纸的颜色 每一批都会略有不同 卫生不但没有问题 杀菌上更是讲究 那那干燥的过程 它其实要用很高的温度 去施加它的这个压力 它才会 好像我们烫衣服一样 它才能够整烫 然后它上面的温度 可能是一千多度 所以那个的卫生的程度 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同样110抽12包的卫生纸 再生卫生纸还便宜10块 主副联盟认为 错误的见解 让民众忽略更经济 更环保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这种 不是正常的这种迷思 反而会让很多制作 再生缸的这种厂商 他们会 也是想要去投这个 消费者的喜好 民众不爱 商店就不卖 2011年是世界森林年 力挺环保爱滴球 可以从用纸习惯做起 大家新闻民风里健宽 台北报导